戴著黑色頭套 被大陸警方壓下飛機 44名台積肯亞炸漆犯 遭北京二級人民法院 判決10年不等 其中兩名台灣主嫌 更被重判15年 比較我們周邊的 不管韓國 日本 或其他的國家 其實我們在詐欺的行動 事實上是差不多的 真的是這樣嗎 回顧台積馬來西亞炸漆犯 當年20人回台灣後 竟然立刻被釋放 最重的刑期也只有6年 台灣是否成為詐騙天堂 到底多有人權 有立委說比起對案重判15年 台灣對詐騙犯似乎太過縱容 我們有必要進一步來修法 把它加重刑法 以後才可以產生後阻的作用 不分國界 大家對這種討厭的詐欺犯 我們確實看起來 好像有比較輕 怎樣有效遏止詐騙案 要不要提高刑期 法務部沒正面回應 倒是陸委會很有話說 肯亞這個案子 我們感到非常遺憾 非常不滿 如果是我們台灣人的話 就應該送回台灣來 由我們來處理 兩岸的僵局已是造成 我覺得很多司法的互助合作 沒有辦法去 有進一步的溝通 大陸對肯亞案的判決 不僅成了台灣 縱磅詐騙辦的召妖境 更凸顯民進黨政府 對於兩岸僵局的軟弱無力 記者陳正茂顧上軍臺北報導 我們下載的報道 谢谢大家